我 進來吧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 只是不知不觉 就到了这边 因为你还是相信我 你知道那些事情不是我做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筹集来的钱没了 核心技术被别的公司抢住 而你失踪了 那个时候我们思募刚刚成功 还有一个月技术就要发布了 有一个叫熊佳姐的女人给我打电话 她说合纵联盟要购买我们的技术 我去调查了 合纵联盟是一家臭名昭著的公司 智利牛肉的垄断 雷宇公司的破产都是他们做的 我拒绝把技术卖给他们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们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谁也不会料到 我们的技术会提前一个星期 被另一家公司所发布了 我当时在纽约街头看到 那项技术的光盘出手 我感觉那就是世界末日 那也是我的世界末日 连树瑶都失踪了 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你做没做 法庭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 前不就合纵联盟又跟我联系了 他们承认了 当时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操控的 包括公司的破产 树药的失踪 所有的一切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 我是不会回美国的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有什么困难 其实早可以告诉我 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想明白了 我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当然也包括你 你现在帮我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够摆脱内疚的情绪 那时候你想想 你能够那样地不管我的死活 现在却假惺惺地来帮我 只能证明一点 我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完全是因为你 老开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不管你对我做什么 我都接受 很好 可是我完全没有打动我 谈话到此结束 法庭上见 吃吧 是马凯的事吧 马凯还是不能原谅我 我跟他的事 只能在法庭上解决 那就不要想了 天塌下来 由兄弟陪着你 喂 你还是喜欢 但在日假天明天 我们以前在第四节区也尽量去 那是我最难忘 也是最开心的一段之存 不管你信不信 是实话 可能从那个时候吧 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 我刚才进来看到你和你那个朋友 你挺幸运的 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陪着 我知道这八年你过得很苦 一个人熬到今天很不容易 在我没见到你之前 我一直认为 现实是不可以改变的 我回来见到你以后我发现 你还是原来的许人 现在想想 现实也是可以改变的 不管我有没有打那个电话 以现在的你都可以圆满地解决 我撤错了 我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自己 我送你吧 酒店派了车 很方便 我有话跟你说 你回去吧 我朋友会送我的 我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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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 me 我朋友们 我们不是去机场了 如果你就这么离开 我怕他们会来报复你 我已经是个穷狼男了 我怕什么 我在你的账号里打了一笔钱 算是赔偿吗 有多少 有多少你自己看 你先坐船去新加坡 然后飞英国 最后再回美国 你是美国公民 不用签证 为什么 因为坐船出境 他们查不到你的行踪 我猜他们一定会在 各大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单上 查你的资料 当他们发现 你并没有坐飞机回美国的时候 我让你办的事 你都完成了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 111几筒 这是我注册的一家离境公司 我要你做的 是在新加坡 吉隆坡 迪拜和伦敦 进行频繁的交易 直至这家公司有上市的资质 你想让合同联盟买下这个公司的股票 你试想一下 如果有一只股票 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而且又有超额的利润 他们为什么不买呢 更何况这家公司不仅仅在东南亚 乃至是在整个欧洲 都有非常可靠的避税渠道 简单地说 我要你成立的一家 是披着合法的精英外衣 但是通过非法的渠道 赚取超过利润的公司 这是你的强项 所以这件事情 只能你来做 就算你能聘合同联盟省购 买下这个公司 这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小意思 可是对某些人来说并不是这样 以方 劝说他们买下这家公司的人 熊佳杰 说实话我对他不怎么讨厌 那是因为他还没找上你 如果熊佳杰做出错误的判断 让合同联盟买下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而致使他们遭受损失 他一定会遭到报复 因为合同联盟 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让他们利益受损 而到时候 唯一可以救他们的只有我 我就是也想让他尝一尝 受到威胁和操控的作用 不管我信不信你 你就把整个计划告诉我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是敲诈我的信物的 我相信你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你都要对我有信心 哪怕我不在了 我嘱咐你的事情 也一定要做下去 我不送你去码头了 这张脸的曝光率太高 会给你找麻烦 他会送你上船 到了新加坡以后 所有的事情 按照我说的办 就算你完蛋了 我也相信你 我没那么容易完蛋 走吧 感谢观看